我这小时候玩积木啊 最闹心的就是 刚摆起来 一不小心 咔嚓给扒拉倒了 反正我是感觉 最闹心的是啥呢 快摆完了 发现差那么两块 那更抓心闹干呢 下面这个公交站也是 啥都好好的 哎 就差两块 威尼夫 我是小木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 212路科普公园东 公交站点内 平常你说来坐公交车 大家都会选择 在等车的时候 坐在这种舒服的长椅上 你像我现在坐这个 这真是特别惬意啊 但是我带你看看 这边的是啥样 哎呦 哎呦 哎呦吧 大伙好好看看 来看看这边的一个长椅 上面呢是缺了两块板 这两块板呢不翼而飞了 现在只剩一个铁矿架的 留在上面的 那边的也没了 那边的也没了 别缺这么一块 都是对面往路的 不再缺它 这怎么就能没呢 这谁看好 那就拿走了 这不知道这个 这姑姑财富 大伙来爱护 这人就熟了 太不老实了 拿回家能不能干啥呢 快玩了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 到对面的另一个公交站内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左手边 这个长椅呢一样 也是被人拿走了两块板 包括呢这个公交站内的 其他的长椅上也都或多或少的 有木板的这种缺失 你说这事你到底谁干的呢 我们老子的这时候来着休息 整个就没了 没了一起 有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坐就站了 一站得至少在20分钟 至少没人坐呀 完了前段时间风还大 这头两块木头回家烧火呀 两块木头板子 付不了你 却让大家特别不方便 损人利己 这是缺德 损坏公共财物 该罚 损人利己